老板有泥鳅鱼吗 有啊 就这点啊啊 这些那有多少 行 我想多买点啊 那没有了就买这些吧 我要做泥鳅鱼汤 哈哈哈哈 一次多做点不挺麻烦的 买了啊 就一公斤没有了 一公斤就行呗 太少了 大家好 我是小胖 过两条过 我妈就要回国了 走之前 给我爸做一顿泥鳅鱼汤啊 我们朝鲜多瑟瑟呀 我姐夫都说了 人间美味呀 我跟后年准备去那边房子 把没用的洗衣机冰箱还有空调 看看怎么处理一下 你房间里都住了 给我妈在富串租的房子是三月末到期 因为我们回国之前 再把这个房子腾出来 我看有很多朋友还担心呢 看我跟我爸上次搬家嘛 往农村 说那你妈现在住哪儿啊 我妈现在还是在这个出租屋住 因为房子还没到期呢嘛 我们只是回国之前 把这个房子先腾出来 省得到时候还得来这边守着房子嘛 就这么回事 完了饼店呢 就干到 三四号就差不多不干了 然后能对出去呢 就对对不出去呢 回来我们还接着干啊 我三姑之前也在富串租了房子 然后家里边没有空调 我先把咱家那个空调卸下来 按三姑家去 然后那个冰箱呢 跟那个洗衣机呢 咱们也留着也没用呢 然后去那个当时我们买的回收回收的地方 让他回收 他要不回收呢 就给他 省得我们买那个贴嘛 是不是 如果他要啊 他们有酸车 然后如果说他要不给咱们钱的话 我就白给他嘛 但是你再把空调给我卸下来 给我上三姑家免费安装 我是这么想的 要不咱们我三姑回来也不好装的那东西 所以我直接给装上 行吗 好 那我走了 走到吗 走到凑租屋了 看看韩国的这老房子 离得太近了 我爸在家里吗 阿布杰 阿布杰 等会儿呢 把这两个床垫子拿走 这两个床垫子 这都拿走啊 这也都拿走啊 买贴扔外面就行了 贴上哪呢 轰一整 这两天我爸我妈不是还在这住吗 咱们把那个贴给整好了之后 等他们不住了 贴上放外面就行了 就拉走了 是吧 对 要不这两天还注意什么 是吧阿布杰 这柜子也不要了 是吧 这店长说我放20万 放吧 放吧 能卖一万是一万吧 嗯 要不咱们自己还在买东西贴吗 像这个我们也没用呢 还有别的东西吗 那边那个机器怎么着 机器的话 卖废铁呗 用一次两次就多买贴铁 那个我们在网上放过 没人买 所以你就卖贴铁得了 行吗 咱俩给拉走吧 那天 这冰箱当时也是买在按手的 等会儿再去回收的地方 问了 看看他们要不要 不要的话 就免费拉走 不用给我们钱 然后要再帮我把那个冰条卸起来 包括这还有洗衣机啊 这洗衣机也让他拉走 就不用买贴了嘛 是吧 然后下面这个把litter啥的 都收拾出来 然后加上那个 对吧 走之前都得准备好了 他们说的时候还得给他彻底清扫一遍 对 那你先整吧 买那些贴啥的 直接在一边整去 嗯 跟我爸来借了一个退车啊 等会儿再卖那些飞品啥的 都给你啊 我去 当时买那个球面子面机 那个机器啊 花了七十万回想吃 也是在个人手里边买的哦 现在都用不上了 在二手网也没人买呀 搬家了 那东西也不能放那块 所以就是 准备卖给废品收购站得了 按铁的价格 我车就放这儿了啊 你把那个里边这样子的拿 后来一会儿我来拿 卖多少钱 多少钱 也不错呀 那我要捞完还得花钱卖 我都卖五千是五千 我买的时候花十来万买的 哈哈哈 没招 这手套我给我爸拍东西好了 嗯 往外边就行吗 嗯 其实买这个信价挺多手 你卖给你有需要的 别说现在我们用不上了 是 你像我一我做好多种 都在那个二手网站里 是吧 你要是好好找的话 真有好东西 还便宜 这东西也能卖呀 它属于塑料是吧 不卖 你可以吃 你知道这是啥吗 烧烤的吗 你掉不过钱 整完了 你烤一次吧 现在咱们东北买的 优到这块的啊 优费就多少钱了 这个账沉嘛 全铁 这咱有个衣服的这个 这玩意买的时候花好几十万买的 卖的时候当废铁卖了 你看 别放走啊 被夹走了 直接卡住了 这不先卡住了 小心 那边卡住了 先这样放着 现在我放着 他不掉就行了 现在我放着 我掉了好了 来求这个架子的 给他抬到那边去啊 这边几楼车 我这人工费啊 他不值这五千块钱吗 看什么呢 一个老头 没有啊也是 钱吗 钱吗 老头老太太来的 五千块钱人工费 他再给帮着办 我再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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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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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不可 �心 Hay ém 开 帮兴 Opera OK 哦 开 辛苦了 我们去发现给你了 哎呀 挺高兴的 买一杯咖啡喝吧 你去买咖啡去吧 装了满满一车呀 我得在这边按着点 要不都翻了 我爸把这些东西捆上 到费比收货站 咱们看看卖多钱啊 够不够我爸一顿下酒菜 还赶一个大上府 没事 赶往牛了 准备 有种要飞的感觉 都去到里面了 我拿去 回这里啊 有点坑坑坑 我拿去 我拿去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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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车压重了 多少车 这160公斤呢 他有车呢 你还要看五十五公斤呢 五十五公斤呢 五十五公斤呢 他一个坑个到车 他到车里面 我们要建了一个车 店里边还有东西往这拉的呢 走啊不行 我拉着 看我妈煮的那个小白菜 等会儿呢 说你秀一堂用 那三大就这点啊 少啊这玩意儿 等会儿跟我爸玩这机器材 再煮了点 这可老臣了 这是货面鸡 吞鸡 你干嘛 人家不够了 谢谢 拍摄 你残碰我自己 哈哈哈哈哈哈 别吊了 这太吞了 抬起来往上 师兄我这不抬着你吗 好高的抬 对 他得抬 他得抬 哎呦妈呀 没有 没有 他不用抬着你 走 把他往上走 他来这么走 把他走了好吗 那 你这么走 你不行 去去去做 пиш 好 推住 推住 别动着 几点开饭 一会儿开点楼 你们怎么 你们整完就开饭的 走了 看看一共能买多少钱啊 我们解完账出来了 一共卖了五万四啊 五万四 哈哈哈哈 没卖多钱呢 整一身汗呢 今天都断练了吧 这东西就整理差不多了 冰箱还有空调 到时候打电话 让他们来取的就行 那些东西一共花了四万三 然后呢 这后早上再回来收 那咱们五号搬出去就行呗 是吧 你搬太早了 放在外面放着也不好 是 别人来回走 他就放去 咱们一共扔了几件 十个呀 也不少啊 嗯 像在韩国人这些东西都得花钱 哇 他干嘛 在这边哪里搬呀 来了 看家电的 他没找到的 回收家电的来了 他车型正好能倒进来 空调呢 这不是 空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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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äumann 35,000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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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多少钱两个 2,000 2,000 三,000 两,一块 都搬走了 这空调卸下来了 刚才问我三姑了 安装费要16万 他们说买个新的得了 因为这空调 我们买的时候也是二手的 花了多钱吗 30万左右 买的时候这三个件 下来都得将这小一晚上 没有吧 卖了三万 老板掏钱了 一共卖了四万块钱 这些东西 说话不去 最后卖家具四万三 卖这个四万 我还赔三千 过两天再把这些东西 拉农村就差不多了 咱们这些东西一共卖多钱 差不多十二块钱吧 那人民币也就五百多块钱呗 我妈做的就一汤好了呀 人家美味 上汤了 给我爸爸 给我好好补补 放上这个料汁吃 非常好 等我苏州表姐 还有我姐夫看我视频的时候 又馋了呀 现在我们准备吃饭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你看我往上顿着 要不然真饿不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